嘿,大家好,我是阿尔文,欢迎回到阿尔文的生活记录频道 一年多前,我替我们办公室安装了Ubiquity的Unify梦幻全家桶 而且是真的很完整的一大桶,实现了10G的内网传输速度 那虽然说当初因为预算还有缺货的关系 在规格还有选用的机型上面有一些些的妥协 但是我们也有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像是在主机UDMSC上面 它没有门进系统的那个Hub所需要的PoE++ 那我们就再加高一颗PoE++的变压器供电 那这一年多使用下来还是非常满意的 可以说是门进系统,网路系统,还有监视系统全部都到位 不过,始终有一个隐患 就是如果说我们这里停电的话 那门进系统它基于安全的考量,它会自动的解锁 那如果说我们刚好不在办公室里面 或者是说我们没有上钥匙所 那就会门户大开,然后又失去监控 所以今天这一期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UNIFY新成员 UNIFY的MISSION CRITICAL 它是一个整合了PoE POD还有备用电源的Switch 它内建有368瓦的电池 如果在断电的时候 它可以让系统持续的运作一段时间 那另外在背面这边 也可以去接上48V的外接电池 来去延长它供电的时间 那同时它有两个可以输出110V的AC插座 所以我现在就是将我们的主机UDM SE 还有重化电信的小乌龟的接头都把它接在这里 这样子如果说停电的话也不会断网 同时也因为UDM SE它不断电嘛 所以连接在上面的监控系统 无线AP这些都可以持续的运作一段时间 那这里还是帮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PoE它是Power over Ethernet的简称 也就是说透过网路线同时供电 还有进行资料的传输 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省下配置电源线的时间 还有费用也不会很阿斩就很多线这样子 那UNIFI有很多的设备都是采用PoE供电的 就是一条线可以同时的提供供电 还有传输资料让环境更加的整洁 那Mission Critical的设计语言 它是延续了UNIFI系列的传统 银色的金主机身 有一个1.3寸的彩色触控萤幕 可以直接安装在机架上面 那我是直接安装在我的免工具梦幻机柜上 那机身的前方它总共有9个GBE RJ45的连接部 其中有一个GBE是用来连接你的主机或者是你的Switch的 还有另外4个是最高支援到60W的802.3BT PoE++的Pod 那因为UNIFI的门禁系统 它是需要PoE++来去供电的嘛 那之前我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Pod 所以现在我就可以直接的把它安装在上面 如果说遇到停电的时候 你还可以再维持一段时间 不至于因为安全机制就直接打开磁力锁这样子 那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不得不说 UNIFI它的系统就是一如既往的非常的直觉好用 MissionCritical接上电源连接上UDMSE之后 它就会自动的出现在我的系统当中 点开MissionCritical所有的资讯都是一清二楚的 比如说这个电池的栏位 你就会看到电池的充放状态 然后电池的百分比还有电池的健康程度 另外在电池的使用方面 目前总共用掉的瓦数还有百分比 它都会用资讯图表清楚的来呈现给你知道 那电池它也会自动的进行重放电 来去维持电池的健康程度 那另外在Settings里面 不只可以看到后方两个供电的插座分别的瓦数 你也可以去帮他们命名方便管理 直接控制插座的开关也都没有问题 那因为UNIFI它有APP嘛 所以你在手机段你可以去使用UNIFI的APP 去进行远端的操控 那它的功能和网页版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手机版它有一个AR扩充实境的功能 在MusicCritical上面也都能够应用 它会去显示说你各个Pod上面的装置的名称 还有图片 让你可以很直观的在一片汪洋的线海当中 找到相对应的装置的线 那最后就是368W的这个备用电源到底能够撑多久 它会跟你接在上面的所有装置的总瓦数有关 那我有看到国外的YouTuber去实测 MissionCritical它冲到百分之百 然后把它拔掉电源 本体加上两个供电插座 总共使用110W左右 两个小时内消耗电池百分之三十左右 所以换算下来 整体的续航力大概可以维持到六个小时 但这实际还是要看你连接的装置 还有使用的电量来去做判断 那既然有了POE++的这个Pod了嘛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也顺便升级了我们的门禁系统 UNIFI SS它的门禁系统来到了第二代了 UNIFI SSG2 Starter Kit Professional 比起原先的门禁系统 它最大的差别就在外面的这个读取器 就是SS3的G2 Professional 在外观上面就是显而易见的 它有更大的4.7寸的萤幕 提升了萤幕上面的操作性 例如说你在数字输入密码的时候就更好用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上方的这一颗镜头 有了显著的提升 从原本的4.8MP 12fps升级成了12MP的30fps的画面 那影片的比例它也从原本的横向的4比3 变成了直视的3比4 加上原本它本体就长得比较长嘛 那镜头的位置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好处就是以往如果说有人刷卡进来记录的那个影像 或者是有人在门外有访客去进行视讯通话的时候 如果说高度不够 没有弯腰下来就对着镜头讲话的话 那个人脸常常是会被切掉的 那现在是可以完整的清楚的拍到整个人脸的 那另外升级版的读取器 SS3的G2它跟上一代相比 规格其实都差不多 倒是外观上面它从一个比较圆润的形状 变成了比较平整方正的 那只是它也从外围的一圈 把它改成了在正面下方的灯条 那外观的改变就见仁见智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它上一代的样子 那有这样子的改变 我想是为了要迎合整套产品 它们有共同的设计语言 那两个读取器它都是长方形直角的设计 那中控台Unified SX Door Hub 它是一个外观的小改变 我没有测试过 如果说你只是换内外的读取器 然后延续使用上一代的Hub的话 它也是可以同用的 那最后一个改变就是 一代的KID组里面 它有包含了20张质感很好的NFC的门径卡 那第二代呢 它则是附上了两个结合钥匙圈 很像AirTag的一个Unified SX Pocket Key Fob 使用了整个Unified的全家童一年多的时间 我发现Unified 它也是有持续的在软体上面精进的 比如说我之前在影片当中有提到嘛 就是一个使用者 你只能够去设定一组的门径的卡片或者是持扣 那对于我的使用习惯上面来说就比较不方便 那某一次更新之后我发现它就修改了 现在你可以一个人设定多个装置 例如说我的手表 我的手机还有我的持扣等等 都可以绑定在我一个人的名下了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所以以上就是这一次的设备升级分享 如果要做一个一年后的review的话 我会说这一年使用起来 我的感受是非常满意的 除了外观有符合我个人对质感的要求之外 功能性稳定性上面都是无可挑剔的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们做的还不错的话 欢迎帮我们按赞留言订阅分享 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是艾尔文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 拜拜